每年5到7月花蓮193县道两旁都会开满凤凰花 吸引许多民众前来拍照 不过也出现了不少乱象 像是游客会直接把车停在路边 有人更是跑到路中央直接拍照 拿生命开玩笑 而警方表示由于当地是白线 路边可以停车 因此只要没有阻碍到交通就罚不了 但是还是希望游客可以注意生命安全 放眼望去马路两旁红色凤凰花朵盛开 与自身对比强烈的绿叶一同生长 形成强烈混搭冲突的美感 吸引不少人停车陪照 甚至有人直接把脚架架在路边 不仔细看还以为警察在抓违规 近期本辖193县道凤凰花以及阿卜勒都已经盛开 因此也吸引许多爱好摄影的游客驻足拍摄 在此也特别呼吁游客于拍摄时 应注意左右有无来车 本分局也将加派警力加强宣导 务必保障行人以及相关往来车辆的行车安全 华林线193县道沿路每年5到7月 都会开满凤凰花是知名的拍照景点之一 却也因此产生不少乱象 像是把车直接停路边 虽然是白线没违规 但由于离马路近看起来依旧危险 更夸张还有人跑到马路中央拍就怕出意外 远景把人叫到路边口头告诫 经过告诫民众不但乖乖退到路边 甚至还帮警察一起来劝朋友 警方表示会加强宣导 美景人人爱看 但也得注意自己的位置 可别跑到马路上 心则阻碍交通 重则赔了性命 可就一点也不划算 记者高双双玉里镇采访报道